現在臺灣社會追求的轉型正義 我們一起來努力 你們這樣好不好 好嗎 好 好嗎 好嗎 他到這裡了 好 剛才已經打風格了 好 謝謝 好 好 講好 由美女而言 由美女而言 主席和我們在場的委員 以及所有列席的政府官員 大家早安 大家好 主席有事可以請我們的內政部長 陳部長 還有我們的國有財產署的編署副署長 好 兩位請上來 那個洪委員 部長 還有副署長 好 今天我們在談所謂的不當黨產 那當然剛剛國民黨的委員 也質詢在問我們的部長說 什麼是不當黨產 那也列了一些 譬如說什麼小英基金會 或什麼等等 這些所謂的 到底有沒有所謂政治獻金 我想這裡必須要去釐清的 不當黨產 跟我們在政黨法裡面 就是說 不當黨產 它是應該要另外的 立一個不當黨產的 這個處理的條例 還是要把它放在政黨法裡面 我想在上一次政黨法在討論的時候 就已經跑出來了 就已經討論過 那這裡其實要去釐清的 政黨法它其實是要規範所有的政黨 那他們所有這些政黨 它的這些當然黨產 每一個政黨一定會有一些黨產 這些黨產的來源 譬如說它是從這個所謂的黨員 所繳的費用啊 政治獻金啊 或是人家的捐贈等等 那正是每一個政黨都一樣 因為政黨法就是要規範所有政黨 它公平競爭 所以它怎麼樣組織設立 然後呢它裡面的這些黨產的來源等等 我想必須要是這樣 那如果裡面它就有違反到 那裡面當然有去規範說政黨到底能不能經營 所謂的黨營事業 那這些的黨營事業的資金 能不能去作為政治獻金等等 我想這是對於所有的政黨 他們的這些所謂的一般的原理原則 那把這些遊戲規則定好 這是定在政黨法裡面 那我們今天在處理的不當黨產 其實是因為在民國34年 我們這個所謂的中華民國政府來台 接收日本佔領台灣 所有這些的財產 這裡面的財產它接收了以後 本來應該是屬於我們中華民國政府的 是屬於全體人民的 但是呢在那樣的一個訓政時期 還有威權的時期裡面呢 很多的所謂的黨國不分 所以呢把國庫呢通的黨庫 國家的財產也變成黨產 所以在那樣的一個歷史的背景裡面 那樣的一個時代的脈絡裡面呢 因為黨國不分 所以許多屬於國家的財產 跑到黨的財產裡面去 因為在那時候緩正黨領導一切 所以呢其實黨還凌駕我們的所謂的政權 因此在這樣一個情形之下呢 當然所有的黨庫歸國庫大家都也OK 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 我們今天要去處理的其實是 因為民國三十四年退守到台灣 接收了這些所謂的財產 那甚至呢就是說到後來在戒嚴時期 因為黨國不分 所以很多是屬於國家的財產 可能政府呢一個行政命令 就說好這個就作駕就過去了 或是直接就撥用過去了 那這些呢在今天我們已經解嚴了 而且解嚴這麼久了 也進入到所謂的真正民主法治的國家 何況現在我們要進入所謂的轉型正義的時候 就應該去把這些所有的歷史真相把它弄清楚 把應該屬於人民的財產 應該屬於國家的財產把它歸位對不對 所以呢今天我們要所謂處理的不當黨產 是屬於這樣的一個 從三十四年以來一直到今天 它應該屬於國家的財產 它變成用黨的名義 或是用黨職人員個人的名義 或是呢甚至呢把它所謂的原來建築 然後再把它轉賣到現在跑到私人那裡去 或是呢用把它變成去做的投資公司 然後呢不斷的營運等等所賺的這些錢 或是剛剛一直在講說所謂的附水組織 剛剛呢部長你想說附水組織是什麼 不清楚必須要把它定義清楚 在這裡我想要請問財政部 你們財政部是不是在93年的時候有一個命令 行政命令 而且是經過行政院核定的 這個所謂的政黨及其附水組織 政黨或其附水組織取得或使用國家資產之協商處理原則 所以這是在哪一年頒布的 93年4月吧 好93年頒布的嘛對不對 所以93年頒布的這樣一個政黨或其附水組織取得或使用國家資產之協商處理原則 你們還用這樣的一個命令去處理這些所謂的政黨或是附水組織的這些所謂的 應該歸屬於國家財產的部分嘛的財產嘛對不對 所以呢從93年到今天民國106年 你們還能夠講說附水組織是什麼不清楚嗎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其實這個部分因為網站公佈以後 大概很多有些質疑的聲音啦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有提到那個 當時那個許政務委員召開院籍的會議 184會議是在96年6月15號也提出來這個討論 那決議是這樣子啦 他說目前清查不當當產專屬網站所列之 緩起統身為國民黨附水及相關組織因屬適當 故暫無須另於適當 另於通案性的定義 未來則是個案需要認定之 所以從這個我看這個決議來看 似乎也沒有很明確的定義 好沒有很明確的定義 那我們就說以你們目前你們的定義 或是你們已經在處理的附水組織有哪些 就我們所列的那個那個救我團 那之前還有中華日報還有中廣 那另外還有那個佔用的部分 也包括那個中華基金會 什麼 中華基金會 中華基金會 對 原來舊總那個體系的部分 舊總的體系 好 那副聯會不算 副聯會沒有 副聯會沒有 為什麼 這個詳細不曉得 因為這個是整個過程是經過國資會 檔案 讓檔產處理專案小組 還有那個院議會 檔案決定的 副聯會和軍人自由社等等 但是沒有累在我們清查這個財產之間 好 所以呢事實上就是說當初你們在93年 其實已經有所謂的附水組織這個名詞 而且你們根據這樣的一個辦法 也已經在處理這所謂的政黨跟附水組織的這些 應該屬於國家財產的財產在處理嘛 對不對讓它回復回來嘛 所以呢今天當然那時候是一個很 就說很一個粗糙的一個定義 所以你們就能夠就你們所想的 然後去處理的去處理 那今天呢我們要制定法律 當然就必須要有嚴格的定義 所以這裡是不是就應該去清查 因為所謂的附水組織就是說 今天我們說好它是純粹的人民團體 人民團體的所有的財產 就不應該有所謂屬於國家的財產 對不對 那除非說你今天政府你是屬於這所謂的 政府捐贈的捐資設立的 這所謂的基金會啊或什麼等等 那這個到那個部分再講 那跟這種所謂的黨產就是 國庫通黨庫的這個情況是不一樣的 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希望說 在這次我們訂立不當黨產條例 是不是內政部跟我們的國有財安署 是不是可以去把所謂的附水組織一定 你們一定有定義 你們會把剛剛的這個救國團啊 中管啊什麼等等這些 你們會把它標舉出來 一定有你們所謂的對不對 為什麼這些是附水組織 一定有它的標準 你們用這樣的一個標準 你們用這樣的一個標準 去把所有的附水組織全部把它清查出來 可不可以 我想這個附水組織 是應該是委員提案所產生的名詞啦 那所以我們也是尊重委員的提案 這在93年的 你們行政院公佈的命令 財政部公佈的命令 請你不要再硬喔好不好 那個後來在98年以後就停止適用 98年怎樣 98年後來這個行政院就核定了停止適用 那個協商處理原則 大聲一點好不好 這個協商處理原則是在98年這個後 就經過行政院核定是不再適用 不再適用 但是曾經適用過嘛 你們也曾經用這個去處理過嘛 對不對 也沒有去把宣布說 以前所有處理的都是無效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說 好雖然不再適用 因為政黨輪替了 當然不再適用嘛 那今天呢 我們是要來轉型正義嘛 所以必須要把這些的正義 屬於國家的財產本來就應該出來嘛 那也因為這8年讓 所有的這些附水組織能夠脫產的 就已經一直在脫產嘛 所以今天我們為什麼要 所謂的不當黨產處理條例 也就是說我要禁止這些的 政黨跟附水組織 你本來是屬於國家的財產 你本來就應該還給人民 本來就不應該國庫通黨庫 那當然在那樣的歷史背景裡面 是行之多年 但是今天要轉型正義 我們就是讓他回覆到 是什麼就該什麼 就讓他歸位 那另外呢 我們也看到說 你們今天所提的這個報告裡面 在這個財政部 你們今天所給大家的一個函裡面 裡面呢 就在這第4頁裡面有提到說 中廣公司他取得這些的 國家資產的不動產裡面 裡面呢當然有說 日記時期的 在台灣放送協會 等等裡面都會提到一個 所謂的座駕轉帳 或是編略預算 或是呢 這個所謂的轉帳波用 或是讓售 等等這些的用語 是什麼意思 你們再得用 依照國有財產法的讓售 那個讓售 是不是事實上就是 國家只是 從A單位把它讓售給B單 國有財產把這個讓售給其他的單位 是不是這叫做讓售 根本不需要做 不需要付錢 那或是所謂的座駕讓售 是不是只是 在帳面上我這個 A部跑到B部 然後呢我國有財產局把它 撥給這個內政部 但是內政部在他的 預算上面 他必須要有一個做帳 然後來把他這轉帳過去 是不是這樣 這個部分其實 那時候的那個轉帳波用 那些等等 那個其實他的實際上的那個意義 大概是在帳目上做 其實我也不是很清楚 他那個是怎麼樣 所以是帳面上做嗎 對不對 並不是真正的有支出錢嗎 對不對 所以換句話說 今天國有財產 把很多的土地或是一些的財產 把它呢做帳轉售 所以呢 事實上雖然寫的轉售 其實事實上只是 仍然是 國家的財產 對不對 國家的帳面上 把它說 喔我今天這個國民黨 然後呢做了一筆帳 然後呢給國家 事實上呢怎麼樣 還是仍然都是國家的財產嘛 對不對 他是 那時候是 監察院調查報告是 大概轉帳波用 或者是座駕轉帳 都是這種 當時那時候的 政府的一些行為 是這樣處理的 好 實際上 實際上 確實我是不了解這個名詞的定義 好 但是不管這個名詞的定義是什麼 但是都顯然 仍然是國家的財產 或是 所謂的編列預算嘛 當我今天是編列預算 給國民黨的時候 當它變成黨產的時候 它仍然是不是應該屬於國家的 因為國家編列預算 把這一塊土地 然後把它登記在國民黨的名下 甚至登記在國民黨的附水組織 或是甚至國民黨個人黨員的名稱下 不管怎麼樣 它那應該屬於國家的財產吧 當初清查的重點就是說 我們認為應該屬 嚴屬國有財產 只是這些是什麼轉帳波用等等 應該是 就是我們要清理去清查的部分 對 就是說它仍然是屬於國有財產 只是它現在把它換了名稱 對不對 然後呢在帳面上 把它寫說所謂的作帳轉售 那其實不管怎麼樣 它仍然是屬於國家的嘛 對不對 應該是元屬國家 國有財產 對啊 我們元屬國家的財產 它就不應該是變成人民的財產 除非說好今天人民 它是用相當的代價相當的對價 來跟國家國有財產 它釋放出來的土地或是財產 然後呢經過人民相當的對價把它買去 或是經過政黨相當的對價 來把它買去 那才會變成私有 或是變成政黨 對不對 社團法人的財產 否則的話 它仍然是屬於國家的財產嘛 對不對 否則的話 我們就會看到嘛 國庫通黨庫 黨庫通私庫 最後就變成私人所有嘛 那這也就是我們轉型正義要處理的 不是嗎 那另外呢 那這個內政部呢 你們這個喊裡面講說 你們去針對這個所謂的婦聯會 他們的這些的資料 要他們就是在上一次的這個決議呢 要你們提出來 結果你們今天只給我們一個公文說 好等到你們已經發函給婦聯會了 然後要求他們提出這些相關的資料 那等到他們匯正來 然後再向內政委員會報告 那什麼時候 你們預計什麼時候給我們 我們也要等到他回覆 那你們限期什麼時候 還是遙遙無期的 等到他高興提出來再來報告 他有第一次回覆 但是資料我們不夠 所以我們還要再喊去要他補充 好那你們預計什麼時候給我們 我們會把初步他回覆的情況先回覆給委員會 我要問你說完整的資料你們預計什麼時候 這個我沒有辦法預計 因為是對方的時間 所以你也不限定他們 你們對一般的小老百姓 都會限期十天內 限期一週內打所有的文獻提出來 我們希望他快 但是他如果沒有來 我也沒辦法提供 那你們有限期他嗎 我們會來請他催他 但是因為我們對他的約束力 才不是講並不是那麼強 好我們希望在你卸任之前 能夠把所有資料給我們 謝謝 接下來林常佐委員 林常佐 林常佐 不在 高路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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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洪池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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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邱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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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吳思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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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柯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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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吳志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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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陳賴樹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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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江啟臣 江啟臣 江啟臣不在 蔡世映 蔡世映 蔡世映不在 郑保卿 郑保卿 郑保卿不在 严寬恒 严寬恒 严寬恒不在 周春迷 周春迷 周春迷不在 罗明才 罗明才 罗明才不在 鄭運鵬 鄭運鵬 鄭運鵬不在 邱志偉 邱志偉 邱志偉不在 刘耀豪 劉兆豪 劉兆豪 劉兆豪不在 徐永明 徐永明 徐永明不在 蘇巧惠 蘇巧惠 蘇巧惠不在 陳歐破 陳歐破 陳歐破不在 王榮章 王榮章 王榮章不在 李燕秀 李燕秀 李燕秀不在 蕭美琴 蕭美琴 蕭美琴不在 陳庭妃 陳庭妃 陳庭妃不在 林維州 林維州 林維州不在 黃秀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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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秀芳不在 管碧琴 管碧琴 管碧琴不在 高金樹梅 高金樹梅 高金樹梅不在 黃偉哲 黃偉哲 黃偉哲不在 黃偉梅 黃偉梅 黃偉梅不在 陳雪生 陳雪生 陳雪生不在 林俊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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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俊縣不在 何欣存 何欣存 何欣存不在 劉四方 劉四方 劉四方不在 黃定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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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定瑜不在 李應元 李應元 李應元不在 李坤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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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坤澤不在 許玉仁 許玉仁 許玉仁不在 廢洪泰 廢洪泰 廢洪泰不在 陳其邁 陳其邁委員 主席各位同仁 請教一下 部長 好 請 陳部長 還有 國防部 國防部的代表 對對對 鄭上校齁 好 委員好 那個 部長好齁 我先把這個 軍人之有色啦齁 他整個一個 財報啊 跟部長跟兩位做個說明 我大概看了他的資產負債表 跟還有他的損益表 那 以103年 送給我們內政部的決算說明書裡頭 在 他的資產的狀況 資產負債狀況 總色含乙脊管 他的現金 他的現金 包括活儲 定存 大概是有 這個11億左右 那 土地呢 是2.6億 那房屋呢 大概是3.9億 所以合計他的一個 這個資產啊大概是18億 那他的負債啊大概是1.9億啦 我很快的跟各位 這個做一個背景的一個說明 那他的 損益的狀況 以103年 一年為例 他的收入是4.87億 那 他的營業的成本 是0.7億 那他的營業的費用 包括這些餐廳啊 什麼員工薪水啊等等 這個大概4.2億 所以總計啊 他的收入 他的損益的 這樣103年來看 大概是平衡啦 大概賺了 這個最後的 這個利益啊 這個毛利大概是1千萬左右 叫 這個損益大概是144萬 抱歉 140萬 簡單說就是說 收費跟付出的費用 成本來算 這樣就差不多打拚了 好 那你假如啊 你去詳細的檢視軍人之友社 因為軍人之友社成立的目的是要進軍 奴軍嘛 對不對 所以你每年你去 對照他的這個 他的包括這些奴軍 或者是相關的這些 跟奴軍有關的支出 我把它算了一下 大概不到一千萬 每年不到一千萬 那換句話說 軍人之友社現在的資產大概是18億 那收入支出平衡 那每年真正 花在 勞軍身上的 那捐款收入是0 換句話說 他是依照他的營業的收入 跟他過去的一個資產 然後他 每年啊 再來從事這些相關的一個 勞軍的一個支出 啊 過期 這個所以 部長你大概心裡有譜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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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才三十八億 啊 真正花在跟他本業 他成立目的有關的 勞軍的支出 那一年不到一千萬 那我認為他已經跟他原來成立的目的不符啦 這是我第一點的意見 齁 那按照剛剛財政部所講的 那軍人之有色啦 齁 就你的理解啦 齁 因為你是主管機關嘛 齁 齁 從民國四十年成立到現在 這個是不是國民黨的附水組織 或者是跟國民黨有關 這個跟國民黨也沒有關係 這個 看怎麼定義啦 因為 你從 這個他現在的組織 來看 他就是一個社團法人嘛 他是一個社團法人 但是 啊 從章程裡面你很難看得出來說 他現在是不是受國民黨的管轄 或者國民黨的指揮嘛 那怎麼樣來認定這一個 他是不是他的附水組織 我覺得 在定義上應該是要 大家有比較嚴謹的態度去討論 這個 軍人之有色 從民國三十九年 他的前稱是 中國青年反共抗俄聯合會 簡稱是青年會 他在三十九年四月二十七號 當時在國民黨的第二組改造委員會 總幹事 李煥 奉命成立 三十九年成立 中國青年反共抗俄聯合會 然後四十年的時候呢 這個 當時的青年會 就是反共抗俄青年聯合會 總幹事李文中 他建議成立 青年暑期軍中服務隊 並以愛國家愛軍隊為目標 從事進軍活動 那四十年八月二十一號的時候 本案 經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第二組 及國防部總政戰部的同意 然後積極推動成立 然後在九月一號的時候 這個我就不太念 然後會指後來 在 這一個軍人之有色 就是當時的青年會 在博愛路一百五十號三樓 當時就在這樣成立 所以你從他成立的一個經過 他是第一個 他原來是國民黨的中央改造委員會 過去的中常會 因為國民黨選書 招樓招來台灣 所以當時國民黨要改則 就成立所謂的中央改造委員會 就是國民黨的中常會啦 簡單講是這樣 所以他是奉他成立 然後四十年的時候 向內政部登記 他的經費的來源是哪裡 他是繞軍圈來的 婦聯會大概佔了這個繞軍圈 三十四年以來 總共收了九百六十九億的繞軍圈 那三分之一是給婦聯會 三分之一就是給軍人之有色 然後另外一個是進出口公會 這個就不提啦 所以你將近有大概有三百億的這個規模 簡單講就是說 國民黨成立的組織 國民部跟我們的政府 拿了這個繞軍圈的這個稅收 來共同成立一個軍人之有色 他成立的目標 是為了繞軍嘛對不對 當時啦 當時有他的背景是為了繞軍嘛 好啦 那婦聯會也是同樣的基礎 從過去這樣一路下來 後來經營醫院 後來經營這個其他的這個 包括育幼院學校 婦聯會就這樣一路走來 那擁有這個龐大的一個資產 那軍人之有色 到現在我們看到的資料 從三百三十三億左右的這個資產的規模 由政府出資 那國民黨主導成立 這些相關的這些人員 成立包括這些委長啦 李市長啦這些等等 到最後我們看到說 軍人之有色 怎麼會剩下只有十八億的資產 保長你不覺得很奇怪 這個錢花到哪裡 你每年你去檢視他 歷年來幾年的這個財報 最近幾年的財報 他的營業收入 大概都是飯店啊 這個餐廳啊 或者是其他的這個 其他收入啊 那支出發貸 落軍的部分才一千萬 那這個飯店的這個營業費用 營業成本大概跟他收入差不多 那三百多位跑去哪裡啊 部長 你不覺得很奇怪 你主管機關啊 你你是不是應該要去查他 歷年來的財報 把他從民國四十年的賬號 把他算清楚呢 其實在現在 您剛才講的 他成立的背景啦 我想都有所憑據 但是我剛才在回答的是說 所謂戶水子資 沒有錯這個 當初成立的時候 可能是國民黨的一個 所主導成立的 但是就現在來講 他是一個法人子資啦 他是一個法人組織 那怎麼樣去定義 這些 所謂的 是不是 哪一個政黨的附水組織 我是覺得 在法裡面 應該要定義 欸我的時間怎麼那麼快 我才剛講 怎麼剩下的 是不是按錯啊 十加二對不對 十加二 還沒加二啦 那個部長 我們說一個比較簡單的 錢政府出的 啊當然啦 那個過程裡面 國民黨有租稻 租稻到現在 國民黨沒辦法租稻 變成民間的組織 我請教 他的財產是怎麼算 是算民間的 還是政府的 一開始都政府出的錢啊 啊不然開餐廳賺錢啊 啊不然又花錢出的啊 啊用到不然沒有在 也沒有在從事繞軍的 他的主要的一個 我我 我基本上 那這個財產到底是 簡單講說 國產變黨產 黨產變私產 那這個我們當然要處理啊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今天在處理不當黨產的 過程裡頭啦 你不是我們不是只有切一個時間 從現在看 這個是不是黨產嘛 對不對 他在歷史的過程裡頭 他有一段的時間是 或者是他成立的時候 是國民黨 這個當然我們要去做處理啊 從黨產變成私產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嘛 不是這樣嗎 是我不反對說 這些來源不正常的這個財產 應該處理 我從來沒有反對這個事情 但是我是講說 在定義的時候 怎麼樣去定義這個叫附水組織 一定要盛重 那個部長你還是 你再回避我的問題 我的意思是說 他是國產變黨產 黨產變私產 或者是說 由國民黨主導 從國產變成私產 這個你覺得這個是不是在 這個在整個財產的一個歸屬裡頭 我們政府有責任要把這些財產 把這個項上算清楚 是應該要處理 我也不反對這樣 你也認為要處理嘛 是應該處理 阿不處理會怎麼樣 合不合理啦 不合理 我記得應該要處理 所以我要求齁 這個內政部把他歷年來的所有的財報 全部都提供給我 從民國四十年到現在 不是只有提供給我最近幾年阿 好不好 我們 哪一筆帳我幫你們算清楚 這筆帳為什麼三百多億 跑到現在 跑到這一筆錢 我們要 一毛 所有的帳 我們要去調啦 但是要相當的時間 因為好長的時間 你剛才講的 這個我時間多得很 我還有四年的時間 我就把這筆帳算清楚 然後這些錢後來就全部不見 然後租金 過去的一些 這個委員同仁或大家一個質疑 租金 這個我就不提啦 對 台北市的黃金地段 那 開設的這個餐廳 他的房租 我看也沒有比其他三星級的飯店還便宜阿 也沒有阿 對不對 政府給他低的租金 台北市的精華地段 然後他的租金 譬如說將軍房 有一些比較好的這個相關的這個房間 或者是說 標準的套房等等 你去比價這些現在的這些 包括這些 相關的這些 規模面積相等的三星級的飯店 沒有便宜多少耶 沒有便宜 這個是國家的資源 齁 那現在 開放 你說好啦 那你說你要照顧這個軍人 我也同意啦 勉強同意啦 你說要照顧軍人 嗯阿怎麼軍公教都可以咧 軍公教也可以住阿 為什麼可以住 軍人可以住 那為什麼公務員也可以住呢 那你不是要照顧軍人嗎 怎麼現在公務員在照顧呢 變成公務員自有社嗎 阿老師也可以 教師也可以 阿這樣合理嗎 打國防部 跟內政部 這樣合理嗎 阿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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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委員據了解的部分呢 公務員的部分是 他實際上有參與 從事國防事務的部分 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 你打我打剛剛剛剛還要職訓前 我還打電話去確認 說我假如是不是國防部的 是不是可以 他說可以 教師也可以 路客都可以 路客都可以 路客有沒有進去住過 你有沒有查過 阿我沒有 阿路客可不可以進去住 不行 那假如進去住的話 會怎麼樣 那就違反了他的規定 他會怎麼樣 有違反哪一條法律規定說 路客不能住阿 有違反哪一條規定說 路客不能住你告訴我 你不要隨便 迎合我說 這不可以 不可以 哪條規定說他不可以阿 他的章程也沒有阿 你用哪條法令可以處罰他阿 餐廳 台北 國軍英雄館 你知道他的一個住宿收入才一億多 他的餐廳收入是 這個一億 一億左右 餐廳的收入阿 是一億一千多萬 餐廳的收入比 飯店的收入來得高 為什麼 到 台北國軍英雄館的餐廳 早餐一顆一百塊 大排長龍 誰都可以進去吃耶 這誰都可以進去吃耶 他是不限對象耶 所以 那個部長跟 這個國防部齁 我的意思是說 你現在 國軍英雄館 還是說軍...